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公元1051年 32岁的姿马光进入广阁 成为了大宋朝的高级官员 并担任了礼部的重要职务 就在他刚刚任职不久 就遇到了一个非常蹊跷的事件 而这个事件与11年前爆发的一场战争有关 公元1040年 宋朝于西夏在陕西的三川口 遭遇了一场激战 这场战争的最终结局是 宋军全军覆没 主将刘平下落不明 令人奇怪的是 大宋朝廷却给了生死不明的刘平 以劣势迅国的不凡待遇 并在朝廷内外大肆宣传 奉为楷模 然而就在时间过去了整整11年 大家已经渐渐遗忘的时候 这件尘封已久的往事竟然在大宋朝堂之上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那么一个已经盖棺论定的往事为何会再起波澜 年轻的司马光又将如何面对这个不同寻常的事件呢 北京大学赵东梅副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细致节目 司马光之七桥的招魂葬 在黄佑的三年 也就是公元的1051年 司马光呢 就经历了他生命当中的这样的一场灰色的震荡 事情呢 还得从司马光的理官职务说起 理官最经常处理的是什么样的事物呢 主要的理官经常处理的一类事物呢 就是跟人的死亡有关系 一个人死了 应当有什么样规格的葬礼 应当有什么样的赠仪 有什么样的身后哀容 这个是宋朝的理官常常要处理的一件事情 在黄佑三年的6月23日 有一则非常奇怪的申请递交到了太常理院 正是这则奇怪的申请 引发了司马光生命当中的这场灰色的震荡 那么为什么说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申请 国子博士刘庆孙提出来 要为他的父亲刘平 在宋夏战争当中 为国捐躯的烈士刘平举行招魂葬 刘庆孙的这个为刘平举行招魂葬的这个申请报告呢 就先打到了皇帝呢 然后呢 皇帝批下来就到了太常理院 由理院来决定这件事情 因为理院是一个处理国家礼仪事物的具体的单位 招魂葬这个意思其实是不难理解的 我们从字面上就可以理解 就是人死了之后呢 由于种种原因 找不到失守了 找不到失守了怎么办呢 只好就请巫师那样的人做法 把他的魂魄 把他的灵魂招回来 魂兮魂兮归故乡 然后呢 就是象征性的给他举行一个葬礼 在这个葬礼当中呢 官果 坟头 遗仗 甚至那些哭泣的人 这些个东西都是真实存在的 什么是没有的呢 就是棺材里边的那个尸首 其实是不存在的 这个就叫做招魂葬 其实在中国历史上 在宋代以前 招魂葬并不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我们知道的 有关招魂葬的最著名的例子是谁呢 就是武则天的时候 唐瑞宗 也就是著名的唐玄宗的爸爸 唐瑞宗有两个妃子 被他的母亲武则天秘密处死了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皇家的悲剧 就是婆婆 亲婆婆 害死了两个亲的儿媳妇 那么后来呢 这两个妃子被谋害了之后 就是资宫秘密 莫知所在 他们两人被谋害了之后 尸首下落不明 后来 瑞宗当了皇帝之后呢 就给这两个妃子 招魂举行了葬礼 这就是管招魂葬在宋代以前 最著名的例子 按照官方的宣传 刘平烈时是在公元的1040年的时候 率领大军去增援延州 那么他们走到了三川口 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刘平跟他的很多的部下 就陷入了西夏人的埋伏圈 立战不敌 最后呢 骂贼不识而死 立战不敌之后 弹尽粮绝了 刘平先是被俘 接下来呢 就是骂贼不识而死 成了大宋的忠臣烈士 这个就是官方 有关刘平烈士殉国的宣传 宣传口径就是这个样子的 但是 在刘平烈士的这个殉国事迹当中 却是有着一个可以说是致命的缺陷 这个缺陷是什么呢 就是谁也没有见过刘平的尸体 所以说关于刘平烈士在三川口之战之后的下落 最准确的说法应当是 刘平在三川口之战跟敌人血战之后就消失了 他没再回来 这才是准确的说法 因为缺乏目击证人 刘平是否战死无人知晓 那么既然如此 他又如何成为一名烈士的呢 百家讲坛正在播出司马公之 蹊跷的招魂葬 三川口战役 以宋军的惨败而告终 对于这场败仗 按常理 朝廷必须对相关责任人 给予问罪处罚 作为战役的直接指挥者 刘平自然脱不了干系 然而现实的情况却是 下落不明的刘平 竟然成了大宋的烈士 刘平的家族也因此深受皇恩眷顾 这就奇怪了 既然没有人亲眼目睹刘平战死 那么他的烈士身份 又是怎么得来的呢 一开始的时候啊 在战场上消失了的刘平 几乎就要被当作叛徒 为什么呢 有奸臣陷害 刘平的麾下 当时有一名宦官 名字叫做黄德河 这个黄德河呢 是受了刘平的指派 率领一支军队殿后的 但是当刘平的大军跟党枪人开始打仗 开始陷入战斗状态之后 双方开始接战之后呢 黄德河一看形势不好 立刻就脚底抹油 带着他手下那支军队 他没有去增援 反而就脚底抹油 溜了 黄德河溜了之后啊 就带着他这支军队 就往宋朝的境内走 一连跑了七天 这七天可不是白跑的 这七天一直就在宋朝的境内 对于本国的人民烧杀强烈 黄德河的这支军队 第一从战场上逃下来了 第二呢 在逃跑的这七天当中 是犯下了累累罪心 所以黄德河心里有愧啊 他害怕朝廷如果追究下来 自己这向上人头要不保 所以当黄德河得知刘平 从战场上消失了的消息之后 就在第一时间向宋朝朝廷打报告 报告宋朝朝廷说刘平降敌了 说刘平投降了叛国了 投降了敌人了 在这个报告当中 黄德河一方面把刘平 说成是一个叛徒 一个兵败降贼的叛国者 另外一方面呢 他又给自己涂胭脂抹粉 说自己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 把自己打扮成了一个不屈的战士 这个时候宋仁宗正在干嘛 正在难受啊 三川口之战 损兵折将 宋仁宗心里正在难受 正在窝火 就在这个时候 宋仁宗接到了黄德河的报告 于是胡宋仁宗立刻就把自己 满腔的怒火 全部都撒到了刘平的头上 仁宗在气头上 立刻就下令包围刘平他们家 要满门朝展 在这个时候 幸好当时的宰相 高层还是有一些比较清醒的官员的 这些宰相就劝住了仁宗 说这个事我们要调查调查再说 仁宗呢最终决定同意 说我们先调查 然后再做驱除 后来呢朝廷就在河中府 成立了专案组 专门审查黄德河告刘平投敌一案 审查的结果是这样的 黄德河退窃当诸 腰斩于河中府 然后呢就把他的人头送到年州去示众 而刘平呢 经过河中府审查之后 刘平就成了劣势 刘平跟他手下的几元大将就成了劣势 刘平等历战而末 子孙宜家赏叙 这是宋朝政府给刘平的 最后的这样的一个审查结果 他是历战为国捐躯的 他的家人应当受到赏赐和体恤 刘平的这个家人受到的赏赐 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高级别的赏赐 人宗呢在开封赏给了刘平家人一所大的宅院 把他的夫人赵氏封为南洋郡的太夫人 而且刘平的子孙 还有他的弟弟都受到了封赏 已经有官的呢 予以提拔 如果还没有官的要给他一个官位 刘平家里头 因为刘平逊国受到赏赐 就是进入官场在官场上受到提拔的人加起来一共是15个 可以说是黄恩浩荡一时无两 从此之后 刘平的名字上边就照上了一个烈士的光环 在官方的宣传口径当中 那么刘平就是在被俘之后 骂贼不识而死的 他是宋朝的骄傲 但是呢 我们还是要说刘平的死亡 他没有尸体来作证 那么既然没有人见过 我们有句俗话叫做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既然没有人见过刘平的尸体 那其实他就有可能还活着 活在某一个大家看不见的地方 对吧 朝廷这边刚刚的把刘平打造成了一个殉国的烈士 在房间在民间关于刘平 做了西夏人俘虏的消息就开始传开了 有传言呢 就说刘平其实根本就没有死 他被党强人俘虏了 他不但活着 活得好好的呢 他现在在哪呢 他现在就在西夏的国都兴庆府 也就是现在的宁夏银川 他在那活得好好的 不但活得好好的 一把年纪了 他竟然还在那呢 有了新的女人 还生了娃娃 刘平没有死这个传言呢 在陕西和开封 很多人都知道 有人信 也有人不信 范仲淹呢 是信的 范仲淹正因为信 所以范仲淹觉得要 更应该善待刘平的子弟 因为打仗被俘是常事 如果我们善待了那些被敌人俘虏了的将士 可以鼓励这边的将士 继续为国奋斗 但是像范仲淹这样能够如此现实的政治家有几个呢 大部分人不愿意相信刘平被俘了 他们更愿意相信那个训国的神话 即使他有可能是假的 首先人宗就不信 那怎么能信呢 如果说信了的话 那就好端端的忠烈之士 就忽然变成了苟且偷生的俘虏了 如果相信刘平还活着 那么皇帝的脸面 大宋的体面 往哪搁呀 还有如果相信刘平投敌了 那么黄德河不是白杀了吗 应该怎样处理黄德河的事情呢 所以人宗不信 人宗不信 刘平的家人就更不能信了 黄恩浩荡 如果说黄恩浩荡那都是给烈士家属的 如果现在烈士变成了一个俘虏 那这些都会没有啊 所以刘平的家人绝对不信 绝对不能信 也绝对不敢信 除此之外 不愿意相信的 还包括那些曾经为刘平辩护的人们 他们为刘平辩护 他们把刘平打造成了一个烈士 打造成了一个忠臣义士 现在要让他们承认 刘平不但没死 还做了俘虏 活得好好的 这怎么可以 刘平必须已经死了 虽然他可能还活着 这个就是宋仁宗 刘平的家人 还有那些曾经为刘平辩护过的 官员们的共识 所以尽管刘平已经降敌 活得好好的这个消息 甚嚣尘上 但是宋朝的官方宣传口径 仍然坚持的是 刘平在1040年三川口之战当中 就已经不识而死了 就已经壮烈殉国了 只不过呢 这种官方的说法 这只是一个说法 这种说法不能否定 刘平可能还活着的这个事实 而且这个说法也无法阻止 越来越多的人 知道刘平可能还活着的消息 酒鬼香泉酒 提示您精彩继续 就在刘平做了俘虏的传闻愈演愈烈的时候 又发生了一件事 让事情的真相变得愈发清晰起来 那么这就是一件怎样的事情呢 百家家团队正在播出司马光之蹊跷的招魂 虽然坊间传闻不断 但是因为缺乏刘平被俘投降的直接证据 再加上 从朝官方多年来大肆宣扬 他英勇迅国的壮举 此时朝廷上下 似乎已经达成了一种默契和共识 那就是 刘平没有背负投降 他是战死沙场 为国捐去的英雄 然而就在这时 又发生了一件事 给刘平迅国的说法 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那么这会是一件什么事呢 就是在1045年的时候 这时候宋夏之间已经达成了合议了 双方进入和平交往的时代了 党羌人把跟刘平一块 跟党羌人作战的大将石元孙给放回来了 按照宋朝的官方的宣传口径 这援大将石元孙 应当是1040年跟刘平一起殉国的 可是五年之后 这个人活生生好端端的被放回来了 石元孙被放回来的消息 就像是一个炸弹 在宋朝高层炸开了 有很多人主张 放了是吧 你们放我们杀 要把这个石元孙就在边境上杀了 让西夏人看看 可是让西夏人看什么呢 看一看说 曾经一个为国家战斗到最后一刻 不屈 最后没有办法了 才被俘的人 为国家尽忠的人 敌人可以放他 而这边却不会饶恕他 要杀了他 让敌人看这个嘛 幸好当时的首相 贾昌朝还算是一个明白人 他主张要免石元孙一死 而且仁宗呢 也不算太糊涂 最终呢 石元孙是被送到了泉州 去边馆 就是监视居住去了 石元孙受到惩罚 不是因为他投降了 而是因为他应该死 却还活着 然后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什么 官方树立的最重要的 迅国的截列的标杆是谁 是刘平 而石元孙的归来 就对于刘平迅国的神话构成了一个强烈的打击 可以说他彻底粉碎了刘平迅国的神话 石元孙做了俘虏 刘平也做了俘虏 那么接下来刘平迅国这件事该怎么办 是不是该提出一个新的解释的时候 是不是该承认现实的时候了呢 在石元孙归国四个月之后 范仲彦给任宗打了一个报告 他指出来石元孙不是临阵脱逃 也不是不战而降 而是说只不过他没有死在战场上而已 所以说我们应当原谅石元孙 也原谅刘平 原谅石元孙原谅刘平 就等于原谅所有那些 为国家战斗到了最后的 就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 打不赢最后就投降了的那些将领 这样对于宋朝的将领来讲是个安慰 他们不必非要献出自己的生命 打仗不是一定非要死的 活着也是保存实力 保存国家未来的战斗力 范仲彦是当年的宋夏战争的时候 他也是前线后起的 前线的最高军事指挥官之一 他很清楚的知道 仁宗也应该很清楚的知道 在宋夏战争之初 宋朝方面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上上下下对战争都没有准备 谁都没有准备 在战争初期那是一系列的被动 一系列的败仗 那个责任不能完全推到刘平的身上 不能完全推到石元孙的身上 所以原谅他们也就等于承认了现实 承认了历史 他希望仁宗能够承认现实 但是仁宗是不是能够这么想呢 石元孙投降 既然呢 人都已经放回来了 这是铁板上钉钉的事实 这没的话说 这是可以承认的 但是在很多人看来 石元孙可以降 但是刘平却是断断不能降的 为什么刘平断断不能降呢 因为这两个人不是一样的人 这两个人身份不同 身份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因为石元孙是一元五官 他就是一个五官 他是开国大将 开国元勋 使手性的孙子 他从一开始进入官场 做的官就是五官 他一直都是一个五官 而在宋朝 对于五官的道德要求 相对来讲 其实是比较低的 但是刘平就不一样了 我们前面提到刘平的时候 一直在用一个词说 大将刘平 但是这元大将 却不同那元大将 这个大将是什么人呢 刘平这个人 他是近史出身 他开始做官 做的是文官 后来由文转武的 在宋朝文官和武官 它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序列 文官跟武官出身不同 官阶不同 然后做的职位也不一样 但是这两个序列之间 是可以互相转换的 刘平呢 他出身武将世家 后来考中了近史 然后做了一个文官 刘平做文官 一共做了19年 而且做得非常的出色 他当过州长 当过御史 当过三司的盐铁判官 一直到了1023年 当时摄政的刘太后 主动提出来说 刘平呢 是武将家的子弟 有优良的家族传统 而且刘平这个人 在个人气质上 确实也是一个 有武干的人 所以太后提出来 主动提出来 要刘平转武 转为武官 那个时候 刘平都已经 武时出头了 所以刘平 他有近史出身 而且他做过 长期做过文官 他是属于宋朝文官的 一份子 在宋朝 科举出身的文官 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科举出身的文官 首先文官的地位 在整个国家来讲 就是一个官僚集团当中 是最高级别的官员 是素质最高 道德水准要求最高的 一个官僚群体 而在所有的文官当中 竟是出身的 又是最高贵的文官 国家最重要的职位 比如说做宰相 你没有近史出身 基本上就做不到 做书密史 虽然是管军事的 但是基本上 你没有近史出身 到后期 中后期以后 你也做不到 宋朝国家的 一切重要的权利 全部都是由文官掌控的 而在文官当中 最核心的这一部分 就是科举出身的文官 他们是这个国家的 真正的天之交子 他们认为 他们应当有 娇人的表现在任何领域当中 刘平做了19年的文官 这样一个近史出身的人 做了19年的文官之后 转而去做武官 虽然他的官僚序列转了 但是他的出身在 他19年文官积攒下来的 在文官群体当中的影响在 人脉在所有那些文官 仍然在心理上 仍然认为 刘平是不一样的 如果他只会作战 他应当比那些 普通的武官要强 如果他打不赢了 他也应当比那些 普通的武官 有着更高的道德要求 他就应当殉国 他绝对不可以投降 石元孙降德 刘平万万降不得 这就是当时人的逻辑 但是庆历五年 石元孙回来 就让刘平烈士的 这个殉国神话 基本上就碎掉了 那个神话碎了 那些文官感到不安 而刘平的家人 则感到恐惧 范仲淹的请求当中 已经隐含了 揭开盖子 承认现实的 这样一种可能性 但是能够像范仲淹 这样高瞻远瞩的 政治家 又能有几个呢 既然刘平本人 没有活生生的出现 那么大多数人都觉得 没有必要自打嘴巴 没有必要自己打碎 自己树立起来的 这个偶像 在真相面前 大多数相关人士 都选择了紧闭双眼 捂住耳朵 石元孙呢 最后的下落 我们这也稍微交代一下 可能范仲淹的求情管了用 也可能仁宗呢 自己想明白了 最后呢 石元孙还是在有生之年 回到了开封 回到了家人的身边 他去世的时候是72岁 石元孙回来了 石元孙殉国的这个故事就碎了 但是刘平殉国的神话 继续流传 在官方的叙事当中 他仍然是存在的 但是对于大部分明白人来说 那已经完全是一个谎言了 一位老熟人去世 悲痛中 宋仁宗做出了不恰当的决定 立刻掀起一场轩然大波 整个事件 究竟有着怎样的来龙去脉呢 进行关注细节节目 司马光之 嗜好风波 在宋家战争中 刘平并没有战死 他和部下石元孙等人背负投降 既然刘平战死是个谎言 而且早已传遍了大街小巷 人人皆知 那么按照常理 深受皇帝恩典的刘家人 最聪明的做法 就应该是安安静静 不声事 等待时间慢慢充断 大家的记忆才对 然而在这个节目仰上 刘平的儿子刘静孙 却偏偏跳出来 执意要为父亲刘平 申请举办招魂丧 他这样做 难道不怕别人戳他的脊梁骨吗 刘静孙这样做的真正目的 又会是什么呢 对于一个已经戳破了的 明明就戳破了的谎言 可以有两种处理的办法 第一种呢 就是说干脆就把这个谎言 交给时间吧 让时间来扶平一切 时间长了 大家就忘了 这是一种办法 然后还有一种办法呢 就是一个愚蠢的做法 就是再编一个新的谎言 来盖住旧的谎言 刘庆孙这个奇怪的招魂葬申请 显然就是为了掩盖真相 而提出来的 制造出来的一个新谎言 在这个时候 刘平的家人已经确切的得知 刘平已经在异国他乡去世的消息 而且在这个时候 石原孙也已经在寂寞跟悔恨当中 与世长辞了 刘庆孙提出来要为刘平举行招魂葬的 这个1051年 距离刘平战败被俘 已经过去了11年 那么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刘平的儿子会提出来 这样一个奇怪的要求呢 关于这一点 史无名文 就历史记载上没有人提到过 只能猜 刘平的家人 希望能够通过招魂葬 来确认刘平的劣势地位 进一步稳固刘平的劣势地位 同时也为这个家族谋求进一步的好处 刘家人想要的是什么呢 刘家人想要的是一个光荣的 响当当的嗜好 嗜好是什么呢 嗜好的问题我们后边还会讲 简单的说 嗜好就是对一个人的盖棺论定 根据宋朝的一般原则 嗜好通常是在大臣死亡之后呢 死亡之后下葬之前这段时间里 由家属 整理死者的生平上报 上报之后呢 朝廷给出一个嗜好 再由皇帝批准 葬礼和定嗜 就是葬礼和定嗜好 这两件事情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如果你要嗜好 陛下应该有一个葬礼 这两者之间存在着这样一个联系 刘家想要的应当就是一个葬礼和一个光荣的嗜好 他们想通过这个葬礼 这个招魂葬礼 通过得到朝廷正式的嗜好 把刘平烈士的光荣刻到石头上去 与天地同在 想要把刘平烈士的荣光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光荣 来干嘛呢 来赌别人的嘴 安自家的心 这个就应当是刘庆孙提出来 要给刘平举行招魂葬的真实的原因 这个报告打上来之后就到了司马光所在的太常礼院 司马光呢就代表太常礼院否决了刘平招魂葬的申请 在司马光看起来 要为刘平举行招魂葬 这件事情的是非曲直是非常明白的 是不用说就知道的 招魂葬不合理法 纯属荒唐 而刘平明明已经降敌了 哪有什么殉国壮举啊 当年信息闭塞混乱 朝廷在信息不全的情况底下 做出了那样一个判断 说刘平是烈士 那还是可以原谅的 到了现在事实越来越多 并且石原孙已经活着回来了 那么朝廷不能出面纠正也就罢了 何必再给刘平招魂举行风光大葬 用一个新的谎言来掩盖旧的谎言呢 那不纯粹是自己屈辱啊 刘家人贪力 这没问题 那是他们家的事 但是大宋朝廷没有必要 继续赔上尊严取笑邻国 刘平招魂葬 此事断不可行 对于司马光来讲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判断 他可以轻松做出这样的判断 但是这样一个判断 对于宰相大臣们来说 那可就不那么轻松了 对他们来说这件事情是重之又重的 重的呀 让他们张不开嘴 面对着刘平未死的事实 宋朝的宰相大臣们集体失语 保持了沉默 在这些宰相大臣当中 首当其冲的就是宰相 文艳博和书密使庞吉 这两个人作为当时官僚集团的最高首脑 是国家最高级别的官员 是文官的领袖 这两个人却保持了沉默 他们情愿让刘平满天飞 情愿让朝廷继续丧失信誉 一言不发 客观上讲 当年刘平被错当烈士对待 又受信息不畅的原因的影响 按理说 在事实真相大白于天下之后 文艳博旁吉这般宰相大臣们 只要把刘平假烈士真投降的事实 原原本本的向仁宗皇帝说清楚 朝廷再表个态更正一下错误 这件事不就翻页过去了吗 可是面对这个错误 文艳博和旁吉 为什么却一直默不作声 他们究竟有什么难言之隐呢 为什么 因为这两个人在历史上跟这件事情 可以说是关系太紧密了 想当年刘平失踪之后 换官黄德河就告刘平是投敌了 朝廷为了彻查死事 在河中府成立了专案组 专门审查黄德河告刘平投敌一案 当时是仁宗亲自委派了三名主审官员 第一名就是当时的殿中世遇史 现在的宰相 文艳博 第二名是一个宦官 第三名就是现在这个疏密史 庞吉 刘平能够洗刷投敌的耻辱 被打造成劫烈的标杆 文艳博和庞吉 那是立下了头功的 他们做出了最重要的贡献 现在你说刘平实际上并没有训国 刘平做了俘虏了 让文艳博和庞吉来承认这个事实 就等于让他们亲手打碎自己当年树立起来的偶像 这个工作他们两个人做不下去 当年刘平被打造成劣势 被打造成训国的榜样 刘家是得了皇帝的皇恩浩荡的 刘家有15个男丁得到了提拔或者是被受了官 那么这些恩典该怎么办 还有如果你承认刘平其实是做了俘虏了 没有成为烈士 那么黄德河该怎么办 当年黄德河诬告刘平投敌 最终黄德河被杀了 其实杀黄德河并没有错 但是如果你今天来翻刘平的案子 那么肯定会有人要翻黄德河的案子 所以这是一个连锁反应的事情 站在中央政府的角度 站在文彦博和庞吉的角度来说 这确实是一团乱麻 很难宅得开的一个事情 对于宰相文彦博和书密使庞吉来说 对待刘平烈士的最好的办法 于公于私都只能是以尽之动 让时间来做主 他们希望等待时间来冲刷一切 等待时间让刘平被俘的事实 沉入到岁月的湖底 到那个时候 大家都把这事忘了 那这事就过去了 这事的影响就没有了 现在刘平的儿子提出来 要为刘平举行招魂葬的典礼 那么从文彦博和庞吉的角度来看 这就是一个愚蠢极了 危险极了的提议 如果这件事真的这么做下去 那搞不好 他就会把刘平被俘的事实 从湖底又重新翻出来 会搅动一池春水 会捡取鲜然大波 刘平怎么生了这么一个愚蠢的 不懂事的贪婪的儿子 所以文彦博跟庞吉 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只能是在背后摇头叹息 当面他们说不出什么来 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保持沉默 文彦博和庞吉的选择 应当说是一个基于历史和现实的 合适的选择 它虽然不符合原则 不符合理想 但是它可能在当时是一个最合适的 最现实的选择 因为背负着沉重的历史的包袱 所以文彦博和庞吉只能沉默 因为没有历史包袱 所以司马光跟他的年轻的李院的同事们做出了 驳回刘平招魂葬的申请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呢 如果我们站在文彦博和庞吉的角度来看这件事的话 事实上太常李院做出的这个驳回刘平招魂葬的这个申请的决定 在某种意义上实际上也解放了庞吉跟文彦博 让他们从历史的包袱当中解脱了出来 他们不必再背着这个历史包袱继续前进了 而且通过刘平招魂葬事件 我们可以看到司马光跟他所敬爱的父辈 特别是他的恩师庞吉之间实际上是拉开了距离的 庞吉作为一个宰相 作为一个当年的历史当事人 他是保持了沉默 可是司马光没有主动的去承接这个包袱 司马光没有把父辈的这个包袱继续背起来 而是做出了一个更加符合原则的一个选择 驳回了刘平的招魂葬申请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看到的是司马光政治生命的成熟成长 他开始呈现出一种跟父辈有一定距离的 相对独立的属于自己的政治形象 另外一方面我们来看庞吉和文艳博的话 我们也能够看到这两位老一辈的政治家实际上在这个事件过程当中 对于年轻人采取了相当大度和宽容的态度 他们没有互短 没有努力用历史的包袱来压住今天 而是尊重和接受了年轻一代的建议 对于年轻一代的这种新的姿态采取了宽容的态度 爱护的态度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如果我们就这件事来看庞吉司马光的这个恩师 他的另一个父亲跟司马光之间的关系 我们可以看到的除了司马光个人生命的成长以外 我们还看到了庞吉对他的真正的爱护 真正的爱护一个晚辈的话 不是说要自己去罩住他 而是要让他成长 给他独立的成长空间 允许他发出属于他自己的声音来 允许他在政治舞台上有属于自己的独立的形象 我们这样回过头去看刘平招魂葬事件的话 他在司马光的政治生命的成长当中 其实就有着双重的意义 第一件他帮助司马光理解了过去和现实之间的关系 让司马光得到了政治生命的进一步的成熟 还有一种意义就是从司马光和庞吉的关系上来看 刘平招魂葬事件 让司马光呈现出来他跟庞吉不太一样的 不完全一样的一个新的政治形象 他让司马光真正的在宋朝的政坛上 展现出来自己独立的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谢谢大家